有奇特的地貌和噴泉 虽然見不到圓墜體的火山地形 但其實整個公園就是一個巨型火山口 是大約60萬年前一次特大爆發之後遺漏下來 科學家指這個火山的活動 過去幾十萬年來從來沒有停過 近期更加有加劇的跡象 專家發現過去三年 公園一帶的地面高度 正是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上升 升幅是自1923年有紀錄以來最快 相信是由於地底10公里深的熔岩 加速膨脹上升 將地面岩石進一步推高 更加不排除就是火山再次爆發的先兆 如果真的爆發 威力就將會是美國聖海鱗斯火山 1980年爆發的時候的1000倍 噴出的火山灰足以覆蓋附近千多公里範圍 連帶的有毒氣體也會隨風飄散到幾千公里外 令到全美國三分之二地區空氣受到污染 數以百萬計民眾要撤離 科學家指出 黃石國家公園對上一次小型爆發已經是7萬年前 現在還未能推算到下次是何時爆發 無線電視記者 黃正英報導 新聞報導完畢 紅石國家公園有200病毒